继续要关心农民的心声 三星上将离黄金品种受到寒害 结穗率不到一成 损失惨重 为了替国农争取补助 公所两度办理会刊都没有成功 而兼第三度来邀请农粮署会刊 初步达成了共识 同意补助每公顷六千元的有机肥料费 至于其他的部分 农粮署会带回去研瘾 三星上将离黄金离品种 今年假接离岁以来 接连遭受航海侵袭 花苞萎缩结果率低 大约一成左右 农民是苦不堪言 希望上级单位可以伸出援手 保住住宅 离山最要紧 像这种离山 这种离山可以保住就保住这种 因为这种比较有用 要过来像过家的孩子同样 精神要付出非常多 所以说孝顺的很严重 拜托我们立委在农粮会这边 可以保住这种农民 让这种农民孝顺的可以减轻 我站在地上的地方 我觉得真的有上海 大家看看这几百里面 它也没有达到百分之后 也没有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我们就这样 那就是住宅保重 为了替果农争取补助 相公所两度办理会刊 但都没有结果 先由立委成为出面 邀请农粮署等单位来到黎原会刊 终于有了结果 而农粮署同意补助 每公顷六千元的有机肥料费 另外资财补助的部分 则由农粮署带回研绎 来联络我们的农粮署理署长 他有带我 只要是发生含害 影响到我们整个发税 他会支持相关的资财来补助 特别只要补助我们三星行公所来做处理 我在这里也特别要求 我们农粮署不需要我们受灾的 我们这些国农 还要配合相关的资财费用 这样是学生加装 农民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们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协助 那我们是说我们每年其实都有去做 有机子肥料的补助 那如果真的我们这边离农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 我们署理会来优先去做处理 那我们是可以 这一部分我们是就可以来做帮忙 三星上将梨总种植面积达42公顷 包括了风水 信水 星星以及黄金梨等品种 而这波受到含害的黄金梨种植面积 大约有10公顷 总损失金额高达600万元 依赖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我看那里面